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鹦鹉的一个作品 我们今天做金刚鹦鹉 我们选这个十星的南瓜 然后前面的话我们拼接一块 这种南瓜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嫩的一种 把这个粘接连接的地方 用这个大号的U型抽刀 将这个连接口过渡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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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 接着它的脖子一直往下 我们用主刀圆着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嘴巴的形状下刀去掉肺料 用这个U型的套刀把嘴巴的嘴角的部分定好 先定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用中号的U型刀戳出他的眼眶的部分 同时要把他的头部颈部立方吹到 刚开始的话我们把这个原料尽量的留厚一点 到后面的话我们叼这个羽毛的话就比较层次就比较好一点 大概的把身体的轮廓划算 然后用这个大号的U型戳刀 然后用这个霸刀把他的屁股的地方屁股的位置收窄一点 他最宽的地方应该是在他的肩膀 两个翅膀收合了两个肩肩的旁边 脖子过去之后就到他的肩膀的位置 是最关的 同样的他的另一面就是反面也是用戳刀戳一刀 先这么大的一块原料的话尽量去料的话去多一点 大胆的去 有些朋友在挑割的过程中 不舍得去料 不敢去料 这样的话雕出来的作品的话就比较有点胖了 他的身体大型出来之后 开始处理他的嘴巴的部分 先把他嘴巴的嘴壳 嘴角的部分 然后用这个主刀直接把他的眼睛个出来 因为这个鹦鹉的眼睛的话他不是一个正的圆形 但是一个有点椭圆形的一个形状 有点像一个鸡蛋的一个形状的眼睛 眼珠子刻完之后呢 把他的眼皮也要刻出来 OK 可以用这个最小号的这个套刀 掏出他的一个眼睛的黑点 小号的拉线刀 在眼睛的后面 稍微拉一下这个绒毛的形状 把嘴角的层次这种纹路也拉出来 然后在眼睛的前面 稍微画起跟这种绒毛 在眼睛的右下方也是 把绒毛的层次先刻出来 如果你在眼睛跟这个嘴巴的前面 直接刻上这个鱼鳞鱼的话 看起来就有点突兀 就感觉肚然长了那种很粗的羽毛的话 看起来就太突养了 所以我们用这种绒毛来过渡他的一个层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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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好 看一下我们把身上的羽毛也刻出来了 有些地方我们故意雕小一点 有些地方我们故意雕粗 雕宽一点的羽毛 这样的话看下去 搭的层次就更加的丰富一点 因为鹦鹉的羽毛也是比较多的 看起来比较炸的那种感觉 背面到这个尾部屁股的地方 羽毛也是逐渐的变宽的 好 我们把所有的羽毛都刻好之后 我们开始用主刀去雕出羽毛的羽脉 也就是中间一根羽巾 雕出来之后两边的话走一到两刀 这样将这个羽毛打碎 就把每一根羽毛的缝隙接出来 就是这样把每一根羽毛的两边都雕出这种细的线条 我把羽毛的感觉雕出来 我把羽毛的感觉雕出来 这样的话时间也是 画在这个羽毛的身上 文童主要是看了几遍 不会全部的去录制全部的过程 那全部的过程还是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去雕出他的爪子 先把他的小腿的位置定好 鹦鹉的爪子的话是比较小的 而且他是前面两只脚趾后面两个脚趾 小腿的爪子 直接用这个U形的掏刀 去把小腿掏出来 然后在他的大腿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羽毛 我们先把这种层次先掏出来 然后再去刻出他的后面的羽毛 这样的话羽毛的层次就更加的明显一点 把前面两个桥尺的位置先定出来 在他的大腿的地方 可以用这种羽毛的这种感觉 雕出来不一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用这个U型的套套去分出前面的两个脚尺的大小 把小腿上面的骨感 骨头瘦肉的感觉就叼出来 这样的话看起来比较有力一点 往后面走一道去掉这个中间的原料 这样的话把后面的两根脚尺的位置定出来 还是一样用这个U型的套套去定出这个脚尺 一般的话不会用这个主刀直接去下刀 直接下刀的话刀很会很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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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鸚鸵的爪子的话它是比较短的它没有像鸡蛋鸟的爪子那么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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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小号的画线刀去把他的小腿以及指头上面的皮的领甲给画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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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用这个主刀具轻轻的片掉一层 让它这个领甲的层次看上去更加明显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用主刀去把它的肉垫走一个波浪线 包括它的指甲的下面的原料都取出来 然后平刀取料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爪子脚趾底下的原料取出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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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可以用这个笔先画出它的大概的一个大型 它从根部由宽逐渐的变细变尖 根部是比较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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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用主刀直接下直刀 然后在这个把边编刀把边编刀把边编的原料先取出来 把边编的原料先取出来 这个尾巴的足语的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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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足语的大型就出来了 大型就出来了 大型出来之后 用用主刀的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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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弧度 大型这样的一般的尾巴的尾巴的尾巴是大的尾巴呢 它尾巴是很细的 它会受到一些影响 会有这种尾巴的尾巴的尾巴的尾巴 会有这种尾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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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 两边的做法都一样 大的画线刀画完之后 再用这个主刀去扎深一点 切细一点的线条 这样的话有书有细 这样的话看起来的层次 就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 切完这种羽毛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主语 片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是斜刀 向中间斜刀 两边的羽毛要薄一点 好相同的做法我们做出一些比较细一点的 主语一般比较长比较宽啊 然后两边的这个羽毛的话要稍微比这个主语 要细一点要小一点 然后我们在主语的反面的中间搓一个凹槽 在凹槽里面 好方便我们再组装一些短一点的羽毛 有了点丝之后就可以将这个尾巴的弧度可以随意的调整 它的主语是在最上面的 是在最上面的羽毛 它的尾巴组装完之后我们开始雕搭的翅膀 那么鹦鹉的翅膀的话相对其他的翅膀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今天做的是半掌的一个翅膀 不是一个船掌的 船掌的话要很大 而且它的羽毛还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厚的 我们先把翅膀的大型先修出来 然后反面的骨架也是一样 用这个大号的韬刀也可以用U型刀 韬刀U型刀都可以 把这个骨架先定出来 骨架定完之后 用这个U型刀搓出一些在雕羽毛的这种层次 骨架定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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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线完之后 很可能 谁能在那里 骨架定了 这样的风行 骨架定完之后 不再大 还准备你 我什么时候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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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它的层次,羽毛的层次更加深的话,那我们去废料的时候也要去多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著釣出他的小富裕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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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逐渐的变大 去的废料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 下刀也是比较深的 你下刀深的话它的羽毛的立体感就更加强 去废料的话也要去多一点 当然也是看你在雕的时候这个原料的这个厚薄度 好现在开始雕出大的初级飞鱼 初级飞鱼的话是最长最宽的羽毛 大型出来之后我们雕出他的羽径 羽径两边我们两刀斜刀将两边的棱角 但是你多谢谢大家 在师父上有点兴趣的汇党 我就说有些兴趣听 什么都不听啊 因为我们所勿显得说应该是 也只是经常合得出 质率的导演 找一位要求人和材料 是封面的 少许人们不得出一部分 索尸人们的监会 说得一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将它的羽毛叼完 叼完之后我们可以投过来 叼这个小翼鱼 小富鱼 把它的羽径叼出来 然后打碎 像身体上面的羽毛一样 如果你光叼完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简单简易了 粗糙 为了让它显得更加细致 我们再将这个羽毛打碎一点 看一下 另一边的羽毛也是一样的做法 翅膀呢 两边的翅膀都是半长的一个形 一个形态 现在我们开始将它组装 把这个尾巴组装上去 在它的屁股的地方 开一个小口 将这个尾巴 安装上去 把两边的翅膀组装上去 它的尾巴的话 可以去调整它的弧度 把两边的翅膀组装上去 它的翅膀的话 我们故意选择深一点的 颜色深一点的这个南瓜 这样的话 颜色上的搭配的话 就比较更加的好看一点 色彩的层次更好一点 尾巴跟翅膀组装上去 尾巴跟翅膀组装上去 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翅膀跟身体连接的地方 我们可以 雕出一些这种 比较小的鱼鳞羽 进行在接口的地方 我们进行张接 绑住这个张接的地方 绑住这个张接的地方 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效果 然后我们最后把这个眼睛的话 沾上一个玻璃的一个仿针眼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金刚鹦鹉的一个 效程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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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